我们今天来讲保罗写的提摩泰后书 这封信是在祖后的大约67年左右写的 是保罗再一次被捕之后在罗马监狱里写的 收信人还是提摩泰 我们在提摩泰前书里面已经大致介绍过提摩泰这个人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保罗第一次坐监的时候 提摩泰是和他在一起的 第二次坐监的时候提摩泰没有在罗马 保罗写这封信给提摩泰是让他赶快来罗马 不过最后他到底有没有及时赶到 这个教会里面并没有定论 不过通过希伯来书里面的记载 提摩泰后来自己也被抓了 关了一阵子后来又被释放 但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被抓 其实我们并不是特别清楚 保罗在写完这封信之后 没过多久他就训到了 保罗自己也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多 所以他写这封信就充满了临别正言的感觉 我们从旧约里可以看到 但凡是临终遗言 他经常带有特别重要的叮嘱 甚至还有预言的性质 雅各 摩西约书亚他们的临终遗言 都是预言了以色列今后的模样 保罗也不例外 圣灵通过他留下这封最后的书信 也有非常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 我们再重复一下 保罗这几封信的时间线 保罗第一次被抓在罗马被软禁了两年多 他写了以弗所书 格罗西书 菲利比书 菲利门书 这几卷书信都是他在罗马被软禁的两年期间写的 在组后的62年 保罗上述凯撒成功 他就被释放了 他从罗马出发 据说曾经到过西班牙 然后重返亚西亚和马其顿 他可能先从罗马坐船到西班牙 也有可能经过克里特岛 然后把提多留在克里特幕会 接着他继续坐船到以弗所 把提摩泰留在以弗所幕会 最后保罗经过小亚西亚回到马其顿 可能是在祖后的63年到64年的冬天之前 他先给克里特岛的提多写了提多书 后来又给在以弗所的提摩泰写了提摩泰前书 祖后的64年7月份发生了一场大火 罗马席卷了几乎罗马的半个城 罗马的旧城几乎被烧光了 那民间的谣传呢 就是说是尼路皇帝下令中的火 尼路为了转移四线就嫁祸基督徒 那很多基督徒就在这个时候被定罪 罗马的一个历史学家塔西陀 他记载说当时基督徒在死前受尽凌卤 他们被披上兽皮 有的时候被恶犬撕裂 或者被钉在十字架上 或者被活活烧死 被人当作火炬 当作照明的用途 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历史学家 真实的记载 尼路皇帝死了以后呢 大家就开始全力斗争 罗马的公权利益 开始失去了公信力 后来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状况 就是塔西陀陷阱 这个时候呢 对基督教的逼迫 明显上升到了政府的层面 以前还只是犹太人逼迫基督徒 还要跑到罗马去告状 对吧 那罗马政府只不过是一个仲裁者 很多时候呢 罗马政府那个时候 并不太关心犹太人的内部教义上的纷争 但是这个时候不一样了 尼路皇帝的这种做法 他非常明显地将犹太人和基督徒 进行了区分 这一下子呢 这个界线就清晰起来了 犹太人呢 纷纷和他们划清界系 就连基督教内部 也一下子跑了很多假信徒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保罗再一次被捕入狱 在罗马呢 等待最后的判决 所以我们在这一封信的最后 看到保罗说到一些同工 离开他的现象 都是和这个时候的大历史环境有关的 而且这个时候来监狱访问他的人也很少 你要是敢自认识基督徒啊 在那个时候是要被处死的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保罗写了这一封提摩太后书 所以我们要怀着非常敬重的心 求圣灵带领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啊 我们会逐句解读啊 我不想一代而过的讲概论 所以提摩太后书呢 我们会分为两节课来讲 我们先来读经啊 奉神旨意 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而这个是写信人的信息啊 做基督的使徒 是必须要有神的旨意啊 必须是照着神的应许 而这个不是谁都可以自告奋勇来做的 下面是写信 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 愿恩惠怜悯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 这是收信人啊 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真儿子啊 只有属灵的儿女才是真儿女 耶稣对门徒说 凡为我放弃房产 田地父母儿女的都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这今生得百倍 不是指钱财啊 就是指那些天上的财宝 和属灵的父母兄弟和儿女 接下去保罗用感谢神开始啊 那是哪一位神呢 保罗强调了是他接续祖先的神 这个对当时遭受逼迫的基督徒来说 是很重要的信息 因为被逼迫嘛 他就想和犹太人分开啊 保罗时代的大部分逼迫 那都是和犹太人相关的 事实上后来确实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势力 想否定旧约的上帝 他们是受到诺士帝主义的影响啊 把旧约的神看成是一个恶的神 只有新约的神才是好的 才是善神 这股思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所以保罗在治理行间 就没有给这种思想留有任何的余地 后来的大公教会 就是根据这些经文 制定了信仰原则和教义啊 来指导我们在历史中的信仰生活 保罗不仅仅是接续了祖先的启示 而且还需要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 说明旧约的犹太人 他们的良心就没有被清洁过 大卫不是说吗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所以正直的灵只有神才能给我们 清洁的心只有被再造才成为清洁的 清洁的心只有圣灵才能给啊 说明我们侍奉神 必须是重生的人 才会真心真意啊 否则他都是为了自己各种各样的目的 保罗说他祈祷的时候 不住地想念你 纪念你的眼泪 昼夜窃窃想要见你 好叫我满心快乐 这里可能是指提摩泰和保罗分别的时候 他流的眼泪啊 因为保罗被囚嘛 这一别就生死未知 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为之心 这是指得救的信心啊 是从神而来的 不是出于自己的理智 情感或者意志 这里提到提摩泰的外婆罗伊 和他的母亲友基尼 他们都是信主的犹太人 提摩泰的爸爸是希腊人啊 由此可见 母亲对孩子的信仰传存 非常非常重要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我按手 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何眺望起来 我们的恩赐都是从神来的啊 并且是借着使徒的按手 说明什么 说明传存很重要啊 那些老是觉得自己 可以和上帝 单线联系的人 哎呀 其实是很骄傲的啊 而且这些恩赐呢 他是需要不断的被挑望 因为你常常会被环境影响 常常会暗淡下去啊 所以我们经常需要挑望他 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因为保罗被抓 而且这一次呢 是凶多吉少 保罗呢 就以此鼓励提摩泰啊 你不要伤心 也不要胆怯 更不要以给我们的主 做见证为此啊 也不要以我这为主 被求的为此 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这里呢 保罗就把信仰的真理 给说出来了 我们是要为福音 要受苦的 主耶稣在预言 自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也是和门徒这么说的 说你们要受逼迫啊 如果我们不为主 做见证 我们就不会受到逼迫 现在有人说 哎呀 我们在西方好像很好啊 没有受到逼迫啊 那是因为你没有传福音啊 你倒是出去城堂看啊 一出门就知道 什么叫做受逼迫 你在职场 想介绍基督吗 你马上会被免职啊 现在的医生 都不能向病人 公开自己的信仰 本来医生 是多好的一个职业啊 为什么 因为他面临生死的问题啊 面临生死的问题 这是最好的机会 见证这一位永生的真神 对吧 但是撒旦呢 撒旦就利用人的愚蠢无知 和虚荣的道德 把这些门都给堵死了 特别是现在的政客啊 你只要敢说基督教价值观啊 哎呀 真是 以前加拿大保守 保守党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候选人吗 他就是提了一嘴 基督教的价值观 说是 他还没说是基督教价值观 他只不过说了一个核心价值观 加拿大的核心价值观 结果就被喷得灰头土脸的 后来推出了竞选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啊 所以你说没有受到逼迫 那是因为你没有去传福音 接下去保罗解释了 为什么要刚强仁爱啊 因为救恩的逻辑是恩典 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而是神的旨意和恩典 这个恩典是在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这句话非常重要啊 他就直接把救恩往前拉到了万古之先 在创世之前 也就是说在神 他没有任何是意外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神不知道的 我们之所以今天才知道神 才认识神 那是因为我们在时间中 所以上帝呢 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显现 他才将救恩表现出来 他怎么表现的呢 就是将死废去 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这是我们刚强壮胆的来源啊 不是靠我自己的行为 也不是靠我自己的意志 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你想明白这一点呢 我们对死亡就没有恐惧 没有恐惧 你才不会以福音为耻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不好意思传福音呢 怕嘛 对不对 怕别人的看法 怕公司的纪律 怕政府的逼迫 怕失去自己已经拥有的 你只有真正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你才能够真正的将这些问题一揽子解决 这就是保罗的使命啊 保罗的使命就是把基督的真理告诉门徒 做传道的 他就要传上帝的道 做使徒的 就是被上帝差派的 做师父的 就说明信仰 他就是有传承 就是有师父 你别说你的信仰是从石头里奔出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师父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圣经这一本2000年前的历史作品 如果没有解经书 你绝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就算你看了试经书 但是却说自己没有任何师父 那就是在自欺欺人了 保罗说我做这些事是要受苦难的 然后呢他说我不以为此 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这个绝对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以前也解读过啊 我们信的是谁 这个很重要 谁是一个人 他是有位格的 他不是那种无位格的原则和抽象的道德 他是有具体形象的 是有情感的 他不是信的一种主义啊 也不是信那种没有位格的属性的那种天啊 也不是一种自然规则啊 那些都是什么 那些都是什么啊 什么不是谁啊 只有谁 只有有位格的那一位神 才能够保全我们啊 没有位格属性的 他就和我们没有关系 大自然是冰冷的 主义和规则都是冰冷的 只有神才是有爱的 犹太人不相信耶稣 所以他们的理解中呢 上帝就像一个按照摩西律法的原则 自动实行讲法措施的神 而他们靠自己行律法呢 结果又丢了圣城 还丢了圣殿 就最后连约会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只有相信神是谁 是那一位能被我们看到的 能为我们牺牲的 爱我们的那一位神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获得生命的应许 才能够真正的保守那些交托给我的 也就是真道的规模 就是真理啊 并且呢直到那日 就是指审判的日子啊 保罗接下去说 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 常常守着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信心和爱心啊 我们不是没有信心和爱心 我们有啊 只是只是我们的信心和爱心 它是很偏的啊 不在基督里这些信心和爱心 都是灾难性的 我们信心其实是很大的 你想想看 你居然相信你的祖先是猴子 这就是信心 你又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猴子变成人 但是你却相信他 说明你的信心很大 对吧 爱心也是啊 我们只爱那些可爱的人 我们不可能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啊 我们的爱心也没有边界 也没有法律 也没有原则 我们的爱是残缺的 所以保罗强调啊 他说我们守住纯正话语的规模 靠自己的信心和爱心是不够的 是必须用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 也就是说整本圣经啊 他没有一个细节是可以忽略的 他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的守着 要持守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 你还要靠圣灵啊 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 相信基督 认识基督 并且跟随基督 神的话语是一代一代传存下来的 我们每一代人都是从前人那里 接过信仰 纯正话语的规模 这是我们的责任啊 也是圣灵给我们的恩典 我能够相信在历史中 被圣灵沉淀下来的教义 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 也不是因为我比别人顺服 而是圣灵引导我这样看见 让我能够相信 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 人没有什么可以夸的 接下去保罗提到了两种人 一种是在雅西亚的人 他们都离弃了保罗 他还点了两个名字 斐节路和黑莫尼奇 保罗被抓之前 可能就是在去以佛所见提摩泰的路上 有教会传统说 保罗被抓的时候 他身边的以佛所信徒 怕受到牵连 不敢为他公开做见证 雅西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启示录里面耶稣点评的 七个教会都在雅西亚 和这两个人相反的呢 是另外一家人 叫阿尼瑟佛 他并不介意保罗被抓 他反而还找到了罗马 而且上帝也保守他找到了 你要这样想 古代没有通信工具啊 你要找一个人还是很难的 而且当时呢 是对基督徒大逼迫的时候 他要公开自己的身份 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 也是上帝在帮我们筛选同工的时候啊 总是有人逃跑 也有人坚持 这都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被逼迫是好的啊 保罗把这两个信息告诉提摩太 他就知道应该怎么样 提防什么样的人啊 保罗举了这两种人为例子 告诉提摩太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 刚强起来 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 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看到没有 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这句话说明什么 说明保罗的教导 他是公开性的 不是私下里讲的 我们的教导都是很公开的 当时希腊很流行的 诺斯底主义 经常会说 哎呀 我们有一些私密的教训 是别人不知道的 所以你要跟随我 你只有跟随我才能得救啊 但是保罗强调什么 保罗强调我们的福音是公开的 我们的见证是公开的 而且这些教训呢 提摩太还要交托那些 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 就不是靠着私益解经 不是那些会出卖信仰的 这就是在教导提摩太 怎么样选择接班人 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耶稣基督的紧兵 这种接班人不是来享福的 而是来同受苦难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在打仗 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 不将事物缠身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 你当兵的 你不能老是顾念家里的事情 你为基督打仗 你就不能老是奠基属士的事情 人为什么会对神不忠心 就是奠基属士的事情太多了 今天想出名 明天想在神学上花样翻新 或者想发财 去追求成功神学 或者想显出自己的道德能力 他就会突出自己的自由意志 他也有可能想显出自己很属灵 他就会追求神神叨叨的灵恩神学 总而言之 他们就是不肯守住 纯正话语的规模 所以在信仰上不要做加减法 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保罗解释了为什么要守住 人若在场上比武 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看到没有 我们打仗是为了讨基督的喜悦 你怎么讨他的喜悦呢 就是按照他规定的方法来做 他要我们打撒旦 结果我们的枪口老是对着弟兄姐妹 这是不对的 这个就好像比武 你要讲规则 对吧 你离开规则 你是不能得分的 考试也是一样的呀 你写一篇作文 你不能够离题 对吧 我们的生命 它既然有终极的目的 我们就不能离开目的去谈行为 现在的人最喜欢讲道德了 我们基督教的道德 好像听起来也没有比佛教徒高多少 对不对 但是我们和佛教徒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 我们的道德是有目的的 他们的生命是虚无的 那虚无的生命 他的道德就没有用吧 这里呢 也包含了传续正义的原则 我们不仅目的正确 我们手段也要正确 过程也要正确 你不能够用违反规则的方式 来赢得胜利 神让你去传福音 结果你拿着一把枪抵着人家脑袋 你到底信不信 你不信我就崩了你啊 这样你就算是赢了 你也没有冠冕 然后呢 保罗接着说 劳力的农夫 理当先得粮食 前面是规矩啊 前面的规矩摆正了 那就是你前面 你得先确定你的目标 目标对了 方向对了 你才需要努力 对吧 努力是需要有方向的 没有方向的话 你越努力越糟糕 然后接下去 他说方向正确以后呢 你越努力 就越要得到奖赏 这句话我们需要仔细思考 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些道理啊 因为主肯定会赐给我们智慧 来明白他的话 保罗接下去再一次强调了 我们信仰的纯正规模 他总结着说就是 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 他从死里复活 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本啊 耶稣是大卫的后裔 这是什么 这是旧约 他始而复活呢 就是新约 这就是旧约和新约 纯正话语的规模 任何和这个目标不相符的 和这个原则相冲突的 他都不是纯正的福音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后来看到马基安派 我们就知道他错在哪里 对吧 为了福音 保罗受苦难 甚至被捆绑 像犯人一样 但是这只是世界对待福音的态度 并不等于上帝的福音是错误的 所以神的道是不受捆绑的 我们不能因为受逼迫 就去改变福音 恰恰相反 保罗的勇敢 反过来证明了福音的正确性 福音是战胜死亡的 耶稣是死而复活的神 跟从他的人也肯定不怕死 这就是福音的力量 保罗接着说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 那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和永恒的荣耀 这里的选民在当时就是指以色列人 在后来可以指所有的新约的信徒 保罗对犹太人是百般忍耐 我们对那些在永恒中已经被神拣选 但是目前还没有表现出来的信徒 我们也需要百般忍耐 这些人他往往是以杠金的角色出现的 所以我们的百般忍耐的目的 就是要让他们可以得着救恩 我为什么说这些人 往往会以杠金的角色出现 因为一般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世界上的人 他对福音是毫无兴趣的 他连杠都不会和你抬 在《使徒行传》里面说 他们只是将新闻说说听听 他顶多围观一下 或者利用你去闹革命 就像围观耶稣显神迹的那些人 他一看 哇 原来真的会行神迹啊 那带领我们去打仗吧 去推翻罗马吧 就是这种人 都是在利用信仰的人 真正在信仰上思考的人 他才会和你抬杠啊 有些呢 他是出于新信主 对暂时 他暂时对信仰 还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有些是出于无知 也是出于傲慢 他在和神摔跤啊 有些呢 是已经信主了 但是真心想不明白啊 因为我们的理性很有限 我们很难分辨啊 所以呢 对待这种各种各样的抬杠的人 我们真的只能凡事忍耐 因为我们不能分辨 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 来和我们抬杠 但是只要他对福音感兴趣 他就是我们传道的对象啊 我们凡事忍耐 就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得着救恩 当然了 这里还涉及到集合的问题啊 就是抬杠的人都是信徒吗 不是啊 但是信徒都会抬杠吗 也未必啊 那么既然这是两个穿插的群体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分辨 那么所以 凡事忍耐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我们能够凡事忍耐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下面这句话啊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必与他同伙 你看这就是原因啊 因为我们把生死看淡 把荣辱看淡 那你就不会再计较了啊 他说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做王 因为耶稣基督降师为人 他对我们也是百般忍耐的 神忍耐了我们人类多少年啊 对吧 本来亚当就应该斩立决的 耶稣说 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所以我们忍耐 他也是属于追随基督的一种方式啊 也是属于效法基督啊 接下去他说 我们若不认他 他也必不认我们 这句话好像有点争议哦 这句话你不能单独拿出来解释 为什么 因为彼得就曾经不认耶稣 对吧 但是耶稣还是认他的 所以这句话是不能单独理解的 而后来的纳瓦天派和多纳图派 就是非常片面的理解了这一句话 所有的异端 他都是基于圣经 但是他只基于圣经的某一句话 不是整权的圣经啊 所以我们圣经要读权 因为接下去还有一句啊 他说我们纵然是信 他人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那罗马书里还有一句 也是这么说的 说神的恩赐和玄召是没有后悔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呢 就他其实前面那句话指的是那些 本来就不属于主的人 那么他逼迫来临的时候 他就当然不认主啊 但是属于主的人呢 主必定会保守他们 为什么 因为神不会背乎他自己 就算像彼得那样跌倒 后来耶稣也说 会让他不至于失去信心 所以作为我们吧 其实我们是很难分辨软弱的信心 和假信心之间的区别 有的时候犹大和彼得 你确实很难分辨呢 所以我们只能凡事忍耐 保罗提醒提摩泰 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这些事呢 就是指神的信实 神的保守 他接下去说 在主面前 嘱咐他们 不可谓言语争辩 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这是指那些非极要真理上 在那些庞兹末节上 你不要去吵个不停 我听到有两个信徒 关于灾前被提和灾后被提 两个人吵翻了 这有啥好吵的 对吧 你上天的时候 自然就知道了 保罗说的争辩呢 还不是指这一种啊 而是为言语争辩 那可能就是经文上的某一个字 到底是啥意思啊 这个就有点像灵异解经那种 发散性的天马行空 在提摩泰前书里面 保罗说他们是什么 是专号问难 是争辩言词 教会里确实有这样的人啊 他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成就感 就是把你问到你回答不出 这种人是有的 保罗说这样争辩是没有益处的 我们要有聪明和智慧 要去回避这种争辩 因为什么 因为他会败坏听见的人 有些人他的信心就是很小的 刚刚开始萌芽啊 他的知识也是很浅的 刚刚起步嘛 还是小卑卑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是 竭力在神面前得门喜悦 你不要去讨人的喜欢啊 讨人的喜欢就会妥协真理啊 所以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 不要把福音打折啊 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这很重要啊 你只管讲真理 不信的人没有圣灵 他永远都不会信 会信的人呢 他听到神的话 他就会信 为什么 因为神说了嘛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啊 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靠着辩论迎回来的 信神那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怎么工作的 就是借着我们去传讲圣道 借着上帝的话语 借着圣经 所以我们只要传讲圣的话就行了 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 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尽浅的地步 看到没有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 当我们追随世俗的虚谈的时候 这是有一个惯性的 他会一步一步追随自己的私欲啊 他会越来越对神的话语 缺乏敬畏 接下去保罗举例说明啊 怎么样你会越来越不尽浅 他举的这个例子 这两个人 名字叫徐米乃和菲利图 他们偏离真道 说复活的事已过 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这两个人呢 徐米乃在提摩台前书里面 已经提到过了 他已经被保罗逐出教会了 菲利图呢 可能是他的同伙 他们散布的信息呢 也是很与时俱进的啊 为什么 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呢 有好些信徒 有好些门徒是跟着复活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又有一些信徒死了 但是没有立马复活 对吧 这就很动摇信心了 那这些人呢 他就趁机出来说 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这是很严重的异端 而且他们这种理论呢 特别符合人的观察 于是呢 传播就非常广 像读仓一样 越烂越大 所以保罗不和他们辩论了 不和他们辩论是很有智慧的 因为你不能给他发声的机会啊 你只要给他讲话的平台 他就会影响一些人了 所以保罗直接给他隔出教会了 我们现在教会如果发现异端 教母会去找他们谈 如果确定是异端 那肯定是先劝他们放弃异端 你如果不愿意放弃 那么也是这么做的 也是直接隔出教会的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神兼顾的根基立足了 因为教会的根基是基督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神是不会选错他的选民的 我们不用困惑啊 我们可能会说 哎呀万一他是选民怎么办呢 我要是把他隔出出去了怎么办呢 说实话你又不知道他是不是 对不对 反正传讲不符合真理的道理 他就要被开除啊 这是保护其他的信徒 如果他是真正的信徒 你这样做呢 其实是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才有机会悔改 而且我们也要相信 上帝有本事 有能力 把他再招回来 像保罗那样 对吧 保罗走的弯路可大了 对吧 但是上帝依然能把他拎回来 信徒会走弯路的 但是这是上帝操心的事啊 我们只需要按照神的指示去做 上帝知道哪些人是他的羊 主任是谁是他的人 这句话是出自于民宿记啊 就是可拉一挡叛乱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表明神清楚的很啊 大地裂开的时候吞吃下去的人 没有一个是杀错的 凡称呼主民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这句话呢 是以赛亚书第52章里面的 说明这两个人被警告之后 他没有离开不易 反过来证明 他们不是主的人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金器银器 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这句话是指教会啊 就是说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 这个就好比大户人家的器皿 他也不全部都是金的银的 对吧 他也有木头的 也有泥瓦的啊 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 神看我们的标准 不是你是金的 还是银的 还是木头的 不是我们的知识才能 或者聪明程度 也不是财富能力地位 而是什么 而是圣洁 如果我们脱离卑贱的事 也就是脱离世俗的事 真心的被主使用 成为圣洁 我们就能够预备 去做各样的善事 我们这里要理解一下 什么是圣洁啊 旧约 在旧约里面 摩西在设立 圣洁的器皿的时候 他是用世俗世界里面 正在使用的东西 他不是专门去造一个 非常非常holy的东西 他就是世俗上的东西 然后拿来以后怎么 拿来以后 把他们分别为圣 放在圣殿里使用 他就成为圣洁 所以这个圣洁 他和这个东西 本质上质量好不好 没有什么关系 和他的用途有关 最重要的是用途 所以我们呢 也不要斤斤计较 自己和别人之间 能力上的差异 和知识上的差异 说实话 这些都是神的恩赐啊 在神的国里 各有各的用处 而且呢 都不可替代 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 上帝的选招 他都是有用的 旧约以色列的选民 没有完全在道德上圣洁的人 神就怕我们在这里 走道德主义的路线 所以圣经记载给我们看的 连大卫王都杀过人 对吧 所以圣洁这个字啊 它就是指被上帝 在罪人中分别出来的人 称为圣徒 并不是我们已经在道德上 完全成圣了 那还早呢 对吧 我们活着的每一天 其实都在犯新的罪 只是我们被主所招 成为圣洁 因为基督的工作 我们被神算为圣洁 所以我们每一天活着 都在欠上帝的 知道吗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呢 就不要再回到从前 要和德旧的恩相称 保罗接下去 祖父提摩泰说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少年人的私欲是什么 就增强好胜 对吧 说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就是要和圣徒一起祷告 寻求圣灵的果子 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唯有那于拙无学问的辩论 总要弃绝 因为知道这等事 是起真尽的 这就让我们想到 使徒行传里面 保罗在雅典的时候 面对那些号称是知识分子的雅典人 保罗没有和他们辩论 他只是把真理讲完 他就离开了他们 没有在那里没完没了的 跟他们辩论 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 也经常看到保罗辩论 他在哪里辩论呢 他经常在犹太公会辩论 辩论的内容是什么 耶稣是基督 所以我们辩论的内容很重要 为了真理 我们要竭力的争辩 就是在对信徒 在我们教会的内部 我们为了真理的明确性 为了真理的清晰性 我们要竭力的争辩 但是呢 我们不需要和世界上的人 乱七八糟的去争辩 因为人的思想 它千奇百怪的 你要是样样都去跟着去琢磨 你哪有这个时间 对吧 所以主的仆人不可真敬 只要温温和和的带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用温柔劝接那抵挡的人 看到没有 不是说不谈真理 而是注意态度 要温温和和的讲真理 要耐心的等待他们成长 所以我们在主里面的辩论 都是怀着爱心的 你要是没有为他祷告过 你要是不爱他 那你就不要和他辩论 他说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看到没有 悔改的心是神给的 和我们的辩论技巧没有关系 知道吗 所以明白这一点 你的辩论的态度就会好很多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 看到没有 我们的忍耐和温柔 可以有这么大的力量 可以从魔鬼的手中抢人哦 对吧 因为魔鬼是喜欢人相争的 魔鬼是喜欢人分裂的 喜欢我们互相攻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温温柔柔 这样才能赢得人心 圣灵会借着我们的存心忍耐 来工作 来拯救更多的人 既然保罗的叮嘱 是让我们只要温温和和的 带众人善于教导 那我们接下去呢 就温温柔柔的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影响我们今天 社会非常深远的进化论 进化论已经是一个信仰了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们的信心是很大的 特别是相信我们是猴子变来的时候 我们特别相信啊 这信心大得不得了 本质上呢 进化论它就是一个神学事件 但是它不是一个新鲜的事 在古希腊 它就有过类似的进化假说 亚利斯多德 它就是一个明显的 持有原始进化论的人啊 它认为一切的生命都是自生的 就是自己生出来的啊 还有一个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 就是泰勒斯啊 它认为万物是死于水啊 是从水来的 原始的生命就是从水来的 然后离开了水 到了陆地上适应了干燥的环境 慢慢变成今天的样子啊 这个是不是很熟悉啊 然后他的学生里面呢 还有一个人 把他的理论改编了一下 说万物是死于无形 结果呢 再下一代的学生又改了 说万物是来自于气 就是空气啊 他这些呢 稀奇古怪的思想啊 他都是想试图解释生命的起源问题 这些内容呢 我们以前有一个视频上面讲过啊 其实这些争论 他一直贯穿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 说明什么 说明历史历代的人 他对自己的来源都是很在乎的 也是很好奇的 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猴子考虑过这些问题 对吧 只有人类会寻找万物的起源 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反证 反过来证明 人不是从猴子变来的 但是人是很盲目的吧 是看不到这个显而易见的矛盾 这些追求生物起源的思想 看起来好像挺正常 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正常 因为这一派的人 他正在做一件两千年以后 达尔文们想做的事情 就是他们把自然世界发生的一切 都塑住理性思维 塑住自然本身 而不是塑住某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说实话 他们就连古希腊的神话都不如 对吧 神话里面还说是因为神仙打架 所以产生了世界 所以那个神话里面 它还是有超自然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到了这些人脑子里 超自然的理论已经被屏蔽了 他们只能在自然中寻找原因 你说是从水来的 我说是从气来的 结果谁也不能说服谁 他们互相启发 又互相否定 最后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结果后来到了亚利斯多德这里 他为了避免争论 他就直接把超自然给无视了 他认为世界就是这样的 就是自然而然存在的 没有什么为什么 他就是这样了 他就是在了 那么他既然屏蔽了超自然 那就会产生自然的演化观念 所以看到没有 他这里是有思想脉络的传存 由此可见 达尔文的进化论 它是一点也不新鲜的 任何一个时代 他只要背离了神 他就一定会接受这种思想 所以达尔文它不是原因 它是结果 它是当时这个世代 在神学上偏离之后 产生的一个结果 所以进化论它不是科学 它是宗教 什么叫宗教 就是对不可见的事情 你要用信心去相信 那你见过正在转变过程中的生物吗 你见过半人半猴的吗 你没见过对吧 但是你相信哦 这就是信仰 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对吧 但是你依然愿意为它去奋斗终生 这就是信仰 达尔文是1859年发表的五种起源 在这个之前 他从1842年开始 他其实就已经陆陆续续的 把自然选择的一些想法 发表在一些杂志上 但是他说的很隐晦 他只是在生物的自然选择 和适者生存上做一些论证 他是以科学 以观察科学 他是以实证科学的面目出现 他并不敢公开自己的 关于生物起源的理论 也就是说 他的演化是在过程中 并不是在生物的起源上 不是在生命的起源上 后来呢 后来他受到赫续力的鼓励 也被另外一个叫华莱士的人 刺激了一下 他就加速整理了自己的手稿 发表了五种起源 结果这一本书一出版 就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直接就是否定上帝的创造 1860年的时候呢 很多科学家就在剑桥开会 讨论这个话题 结果后来演变成一场论战 但是因为当时英国的科学界 它是奉行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就是你必须证实 你必须看见 你必须有理论依据 那达尔文他的理论里面 有他跟着商船去航海 在各种各样的岛屿上 收集起来的动物样本 那么这个就算是证据了 对吧 那有些鸟 它和英国的鸟长得就是不一样 它就是有一些稍微的差异 所以他就认为这是为了适应环境 而做的演化 结果呢 结果那些科学家 就没有去过那些岛屿 对吧 所以他们想反驳 也没有证据 他们手里只有圣经 但是他们又不愿意 拿着圣经去辩论 于是呢 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学术界最终接受了 生物演化的理论 那达尔文一看 大家都接受了嘛 于是他在1871年 他又推出了更加重磅的 关于人类起源的这么一个文章啊 这篇文章他就直接向创世纪开炮了 又过了11年达尔文去世啊 但是在他去世的时候 英国基本上已经接受了他的观点 我看C.S. Lewis的自传啊 他是1898年出生的人嘛 那么在他的成长时期 我看到的基本上 当时英国的学术界 已经是默认进华论的思想的 但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是科学理性主义 高度受到推崇的时候 那么理性主义是什么时候 开始做王的呢 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这样想啊 为什么能产生清教徒这样硬核的基督精兵的民族 怎么精英阶层这么轻易的就接受了进化论呢 其实吧 生物是上帝创造的 是不会变的 基因突变 它不可能很频繁 它要是频繁的突变 它自己就死了 但是人的思想 确实是会演变的 在达尔文成为英国的社会现象之前 英国社会已经经历了200年的思想演变 在英国的宗教改革里面 那个威廉劳德 他是强烈反对清教徒的嘛 那他在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时候 他就逼迫清教徒 在深宫会里呢 他也逼迫那些持守改革中信仰的主教 那被他杀了不少啊 结果有很多就跑到北美去了嘛 后来呢 他在教会里面就大肆使用雅米念主义的牧师 这是后来的主教们 全面走向雅米念主义的第一步 那我们知道雅米念主义就是 唯理主义啊 就是理性主义啊 那么由这一批主教教育出来的信众 有信仰的敬钱 但是又非常讨厌预定论 他们非常非常推崇人的自由意志 比如特别明显的例子 就是约翰威斯理啊 在18世纪 约翰威斯理带领的 向英国中下阶级的信仰复兴 在救恩论上 他就是雅米念主义的 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了整个英国的图景 圣公会的主教们 就是高派教会 他面向的是精英阶层 约翰威斯理呢 他面对的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中下阶层 是城市里面困苦的工人阶级 我们看到没有 这上下两拨人啊 他们虽然都是有信仰的 但是他们都不相信 信仰是圣灵重生的结果 他们都相信这是人自由意志的选择 你选择 你就要坚持 为你的选择负责 这个是当时英国的信仰状况 从上到下 他们都否定了圣灵的工作 当一个人信仰起步的时候 他就是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圣灵的重生 他们拒绝给圣灵一个正确的位置 那么他们就不会有属灵的看见 他们就会追随自己的理性 所以英国的理性主义高涨 这就很能理解了 对吧 人的理性都能够让自己信神了 那你说理性伟大不伟大呢 很伟大 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 为什么从雅明念主义里面 会走出来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金钱主义为什么从德国出来 就是因为莫兰顿 在马丁路德死后 路德中就走向了雅明念主义嘛 那为什么他们会走向灵恩呢 就是因为重生的教义里面 他拿掉了圣灵的工作 他不承认这是圣灵的工作 是信主都是你的自由意志了 对吧 不是圣灵的工作了 那么圣灵的雀距从哪里来呢 那他们就要在其他地方寻找圣灵啊 所以走着走着就极端灵恩了嘛 这只是时间问题啊 它是代际向下的一个过程 最后跌到谷底呢 那就是极端的灵恩派啊 再往下面走的 拿掉基督他就是new age啊 就是新纪元 只要时间足够 这些现象是一定会出现的 那我们就很清楚啊 我能够信主就是圣灵的工作 那么圣灵在我的心里 这就是个确定的事情啊 就是杠杠的对吧 不需要怀疑的 所以加尔文被称为圣灵神学家 我们的信仰从起初开始 就是圣灵的工作 然后整个过程是由圣灵的引导 和圣灵的保守啊 所以我们只是被圣灵所招 然后按照圣经的教导 把最高的荣耀归于神 而在德国的亚明念主义呢 它还有一种表现形式 就是除了敬虔主义 它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就是极端的理性主义 因为信主是我生思熟虑之后的 理性选择的结果 那就完蛋了对吧 你看出问题来没有 它的问题就是理性的功能 比神更大 那么到底谁才是神呢 所以接下去 德国的理性主义 最狂妄的表现 就是什么 就是拒绝圣经无误 要用人的理性去分析圣经 要让圣经与时俱进 这就是今天的自由主义 那英国呢 好像没有那么极端 对吧因为圣公会没有全军覆没 因为到后来那个詹姆斯一世的时候 苏格兰和他们合并了嘛 那苏格兰长老会和很硬核的加尔文主义者 所以圣公会的信仰状况 它就比较复杂 不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概括的 总之就是英国呢 它有一点点的刹车 德国完全没有刹车 亚敏念主义对社会的改变 当时你是看不出来的 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50年以后你才能看出结果 英国从上到下 有相当的一部分人 接受了亚敏念主义 到达尔文出现 到进化论被广泛接受 这个过程中间 只有100年的时间 所以在达尔文之前啊 生物的适应和品种的多样化 它是已经被广泛接受的事实 为什么因为大家从启蒙主义的时候 大家已经从希腊的很多著作里面 已经有类似的概念 他们也甚至接受了这样的概念啊 但是呢 但是因为在基督教的框架下 他们不敢做过分的解读 而且呢 他们对这些生物的适应性演变 和品种的多样化 他们也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所以他们会非常简单的 将这些归为上帝创造的丰富的设计啊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啊 其实这个恰恰证明了创造 包括了生物的多样性 也反证了我们的神的智慧和广播 但是啊 但是达尔文呢 就为这些多样性提供了一种自然的解释啊 他用自然淘汰的理论 替代了神学的理论 用科学替代圣经 那么这些学术精英们 为什么这么快速的接受了呢 因为前面已经打过底了啊 前面已经受到了希腊思想的侵蚀 而且因为亚敏念主义 他本来就是理性主义嘛 所以达尔文就被何徐利称为 生物学的牛顿啊 我们以前讲过吧 那个时候大家人人都想做牛顿啊 都想为这个世界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他提供了一个看起来很像是科学的架构 改变了人对生命现象的观念 而且他代替了大多数的传说 神话和迷信 因为当时的英国他正在大力的倡导理性主义 他要为信仰去媚化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罗马天主教 他们的信仰是非常迷信的啊 所以理性主义萌芽以后 他要为信仰去媚化 于是呢 他就拥抱了进化论 因为他符合人的理性思考啊 虽然有些信仰的老顽固 还持守着圣经 但是在学术界呢 这些持守信仰的基督徒已经不能立足了 这一股思想迅速的被应用在其他的各个领域啊 比如说化学 地质学 经济学 物理学 天文学啊 甚至后来还被用在什么 社会科学上 甚至人文科学 经济学 商业和政治 这些领域都在应用 但是我们要知道 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 经济学 商业和政治学 这些全部都是关于人的呀 对不对 这是关于人 人的思想意念 你是很难预测的 所以它很难被量化 也根本不可能用进化去描述 但是 anyway 人就是接受了 后来在马克思的头脑里面 它就形成了五段论的社会制度的发展史 这个背后就是浓浓的进化论思想 这股思想后来甚至还被用在宗教上 他们认为宗教也是进化的产物 你必须用进化的原理去解释和应用 所以他们才会想出来什么 圣经是可以变化的 以前 就是一世纪的时候 他们写的时候 他们的文化程度 他们的对世界的认知程度 没有今天那么高 所以他们写成那样 我们现在可以改变一下 这个都是与时俱进的思想 都是自由主义神学提出来的 甚至后来的时代论 它也是带着浓浓的进化主义的神学思想 他们认为人是有上帝的形象 但是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事件 这是一个过程 为什么 因为上帝会让我们越来越完美 道德律就是进化发展的产物 那么如果道德是可以进化的 那它就可以继续进化 而且不断地改变 在这种思想下 人类就开始进入了一场理性狂欢 C.S. Lewis 他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长大的 因为理性主义的方向一旦确定 那就要在教育领域里面去灌输下去 所以英国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幼儿园到研究所 都强调这个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 都是在强调这个理论 那么既然是变化的 它就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那既然没有绝对的 你就要用开放的心去接受 一切稀奇古怪的新鲜的理论 为什么 因为它们往往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进化嘛 就是后边的一定比前面的要更加好嘛 所以它的思想理论体系 它的根基还是在进化论上 在这样的英国的社会环境中 那C.S. Lewis这样的人 他居然能够成为一个坚定的基督徒 你就不得不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作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环境 当这个社会它以进步和变化为主流的时候 社会的观念 它就会随着信仰的改变而改变 你想想看啊 自然是以淘汰为原则的 那自己可不就变得无比重要了吗 对吧 我是绝对不能被淘汰的 所以呢 自我主义 它就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年轻人就特别容易接受 你要他为别人着想 那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那不符合生物进化的原则 人就变成自立的 变成自我主义的 如果生物的状态是进化 那就从整个世界中拿掉了神 没有神 人生就没有终极的意义 那既然没有终极的意义了 那今生就很重要啊 那快乐主义 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结果 我得把自己给伺候好了啊 我开心了就行 因为什么 因为没有来世了嘛 和神连结在一起的道德系统 它就会完全崩塌 如果没有一个最终的审判者 你是不需要有道德的啊 你像谁负责 你像自己负责就行了嘛 人把自己看成是一种自然生物 这其实是一种很恐怖的事情啊 在这种快乐主义下 那么毒品就能够合法化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快乐最重要嘛 你只能活这一辈子嘛 那你不快乐干嘛 你干嘛要和自己的一生过不去呢 对吧 而且道德状态呢 也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 因为适者生存 你要先下手为强 这些都是博弈社会 对吧 博弈社会 它就给了欺骗 非常重要的合理性 你可以欺骗 对吧 只要你的欺骗 能够让你生存下来 因为这个社会 都是博弈社会了嘛 那道德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你会在有些国家听到 哎呀 道德 道德值多少钱呢 就是这个论调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永生的概念 它只为今生而活啊 那大家都是博弈 就是点资源 对吧 大家抢嘛 所以它道德就会崩塌 而且在这种社会下 人的精神状态 也完全没有力量 胆怯是合法的 为什么 因为动物性 就是胆小的 动物的本能是胆怯 动物没有勇敢 狮子 它的勇敢 只是在捕食的时候 只是在它饿的时候啊 但是你要看到 狮子在这里叼小羊 结果整个羊群就跑开了 结果跑不了多远 它就停在那里继续吃草 所以你多看看动物世界 你就知道了啊 没有信仰 人是不会勇敢的 所以后来左派 为什么会提出反战呢 因为怕死嘛 对吧 为什么它一提出反战 响应的人这么多呢 表面上看好像是为了道德 实际上 实际上大家都怕死啊 信仰状况 它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就算有人相信神 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 他们也不敢推崇 中世纪的歧视精神 他反而更加倾向于 仁慈慷慷慎牺牲 所以基督教的歧视精神 就彻底失伤 就成为今天那些被阉割的样子 笨男笨女的样子 歧视精神不是杀戮 歧视精神是保卫生命 捍卫生命 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些改教家 面对错误的教义 他们都勇于纠正 他们有这个勇气 面对邪恶的世界 他们勇于争战 他们甚至负上生命 但是现在的教会 根本就没有 为什么 我们不要被人欺骗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 创造论是宗教 进化论是科学 其实不是 进化论是现在最大的宗教 而且世界上的大多数人 他从理性思想出来的宗教 基本上都是进化论的底层代码 人类曾经是有共同的一个语言 对吧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从巴别塔下分开的 所以我们的思想层面里面 是多多少少带有宁露神学的色彩 宁露的神学是什么 建巴别塔 所以我们看到哪个国家 他们都喜欢建高楼 而且宁露创造的 以巴别塔为中心的苏梅尔文明 他们的宇宙起源神话里面 宇宙的起源是什么 是水 你这样就能知道 米利都这些学派的人 他们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对吧 是从宁露来的 埃及的神话里面 宇宙的起源也是水 所以一点也不新鲜 任何反叛上帝的人 他都是从宁露来的 都是以宁露为代表的 他都会质疑创造论 而且宁露的神学里面 他们认为 从这个是水的 混沌的世界里面 产生了两个神 一个是善神 一个是恶神 这种思想呢 后来在波斯被叫做仙教 后来呢 到了希腊被叫做诺斯底主义 在奥古斯丁时代 被叫做摩尼教 在东方呢 你知道的啊 叫做阴阳道教 归根到底 它就是起源于一种 错误的宇宙论 随着巴别塔语言的分散 这种理论 它就成为各种宗教的祖先 凌路的宇宙观 就是永恒的 所以它天上的万象就有了神性 对吧 太阳神 月亮神 所以梵神论 多神论 鬼魔崇拜 星象崇拜 邪术 巫术 人本进化论 这些东西 它就自然而然会产生 所以每一个种族 你去看啊 世界上不管哪一个种族 它都有不同形式的占星术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这一切的现象 背后有一个真正的来源 就是那一位迷惑普天下的 就是撒旦 当他拿掉神 他就可以把偶像给你当神 把科学给你当神 甚至他可以说服你 你自己就是神 所以最终在启示录里呢 他们会把撒旦当作神 会把敌基督当作神 现在是真的有一个撒旦教的 我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 他们为什么会去拜撒旦的 但是后来我知道 这些人啊 他自己认为 他们不是在拜撒旦 他们是这么想的 他说我们只是既不相信神 也不相信撒旦 我们只是用这种拜撒旦的方式 来嘲笑那些拜神的人 所以他们就整了一个撒旦教 但是呢 但是他们真的在拜撒旦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眼见的 他还有属灵的一面啊 撒旦根本就不在乎啊 不管你们怎么说 总是有人拜他了 对吧 他总是很高兴的 当然了 你如果对一个现代人去说 说撒旦迷惑人 让人不相信上帝 他肯定会笑话你啊 但是我们这个视频呢 不是对他们说的啊 我们是对着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说 我们回到创世纪啊 来看一看撒旦统治下的世界 为什么大家都有一个概念 世界是从水而来的 我们要这样想 撒旦是什么时候被造的 我们并不知道啊 圣经没有明确的说 但是我们只知道一点 就是在创世纪的前两节的经文当中 创造之初 地确实是空虚混沌 冤灭黑暗 也就是说撒旦是个被造物 对吧 那么撒旦被造 他最初的记忆 其实就是冤灭黑暗 就是水啊 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里面 他说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 人是一样 从太古凭神的命就有了天 并从水而出 借水而形成的地 对吧 所以这句话也告诉我们 生命的开始 它确实是以水为环境的 所以水就是撒旦 关于宇宙起源的边界 水环境就是撒旦的宇宙观 所以在这个之前 在这个之前是什么 是起初神创造天地 但是这一句话 撒旦是拒绝相信 因为他拒绝了神嘛 对吧 那我们就能理解了 撒旦的边界是什么 就是水啊 那我们再来看看 苏美尔的那些神话里面 他们的神是从水里出来的 对吧 撒旦就是这么美化自己的 而且他还把自己呢 看作和神同等 所以有两个神互相对立 我们就能理解了 为什么撒旦教的 所有的创世神话 就是所有不认识上帝的 那些民族 他们的创世神话 世界一定是从水而来的 只有从水而来 你才可以保持对这个世界 比较合理的解释 但是呢 又拿掉了最初的 创造的那一位神 也就是说 圣经直接跳过第一句话 直接从月灭黑暗开始 直接从第二步开始 所以他可以最合理的去解释 世界的来源 他也可以从科学界 从考古学 从地质学 从各种各样的科学里面 去寻找到一些 符合创世过程的一些证据 但是他可以拿掉神 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 为什么进化论的思想 不仅仅是世界上 大多数宗教的根本 它也是一切 人本主义哲学的思想根源 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进化论思想 对我们今天的世界影响 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深入人心 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德国纳粹非常推崇的 军国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学也是 什么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对吧 最高级的是共产主义社会 这就是社会的进化论 其实吧 原始社会从来就不存在共产社会 但是他假想了原始共产主义 对吧 他假想了原始社会 因为大家都没有钱 所以大家都不在乎钱 大家就共产 这简直就是瞎说 英国人登陆北美的时候 印第安人当时真的就处于原始社会 他们自己的那一把木枪 和自己的女人 那是绝对不和别人共产的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奴隶社会的概念 他就使一种人类社会自然而然产生的 生产雇佣的关系 就被套上了一个奴隶的帽子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一集奴隶制 为什么大家对奴隶制这么反感呢 这个和马克思的武断论的社会关系 是有重大的观点 包括弗洛伊德的心理学 他本质上也是进化论的套路 就人类远古的祖先 他们的经历是非常隐性的 藏在我们人心最深的地方 那么一旦外部条件刺激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心理反主现象 所以你小的时候的经历 可以影响到你成年之后的行为 比如说他们认为你不能好好地进入婚姻 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不好 这不是废话吗 谁小的时候 他的经历不会影响成年人的行为啊 当然会影响对不对 但是呢 但是你不能让你的经历 为你今天的行为去罪化 你今天行不出良善 做不到一些上帝的要求 那不是因为你小时候的经历 那是因为人性的罪 后来那个巴普洛夫的行为学 其实也是进化论的背景啊 他就通过反复刺激 形成条件反射啊 然后试图去构建人的行为习惯 他的目的是想左右人的行为啊 这一套理论 他就是建立在进化论上的 就是你多次的重复 你能够形成新的生物规则 这一套理论在苏联当时 非常非常的痴迷啊 因为苏联就特别想掌握这个技能 如果这个技能给解锁了 那集权管理人就很方便了 对吧 活人他都能给你整成机器人模式 只知道干活 不知道造反 那多安全 对不对 这股思想呢 也同样会影响到教会啊 因为教会就是在世界中的啊 你很难避免受到影响 现在很多基督徒 他本质上 他还是相信进化论的 或多或少 你肯定听到鬼戏啊 比如说神导进化论 你们有没有听到过啊 如果我们对圣经足够诚实 我们就知道在这种事情上 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 神的话语安定在天 从来不会改变 如果我觉得神的话语需要改变 那就是我的神学出了问题啊 人类历史证明 不可能有基督教的进化论 一个相信进化的基督教徒 就已经不是基督教徒了 而进化论本身 他永远不可能基督化 现代有些神学家号称 要把进化论和基督教协调起来啊 把进化论基督化 这个我觉得他简直是想多了 最好的例子就是达尔文 达尔文当年他是读过神学的 他是神学生啊 他的目标是想去当牧师的 但是当他开始琢磨进化论 开始研究自然淘汰 开始思考生命 除了神以外 还有什么第二个可能性的时候 他就渐渐的没有信心 他最后会变成一个无神论者 在他的笔记里面写得很清楚啊 他说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他写这个笔记的时候 是在他出版物种起源之前的20年 达尔文是为了躲避基督教世界的攻击 他给自己的进化论留了一点点的余地 当然了他也怕他太太不高兴啊 但是事实上呢 他早就从一个基督徒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所以他的神学是有问题的 他的神学当时他就是跟随了苏西尼主义啊 当基督徒或多或少的接受了进化论 那么他就离不信 已经很近了 已经不远了 一步一步走下去 他就会不信了啊 现在基督教世界非常推崇的神导进化论 什么进步性创造论 或者长日说 或者亚当前间隙论 看起来这些解释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啊 但是他们无一例外的造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破坏性 这个破坏性在哪里呢 这个破坏性就是他们都直接改变了我们阅读圣经的标准方法 创世纪就不再是按照字面去理解了 而是靠我们的想象 靠我们的科学去填补我们对创世纪的怀疑 这个口子一开 那就完蛋了 你有你的理解 我有我的理解 那么谁的理解才是对的呢 最后大家都要拿掉绝对标准 大家就不要读神学了 靠自己的理解圣经就好了嘛 所以你要活出你的生命 对不对 你不用去读神学 你也不用仔细的去推敲圣经 关键是要活出来 这个话你是不是听着很熟悉啊 说真话 你圣经都没看懂 你都不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你确定你知道会活成啥样吗 我们拿现在基督徒都很接受的长日说 来举一个例子 这个争议大家肯定都听到过 创世纪里面的日 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24个小时 有些人说它是指很长的一个时间段 是一个季 我曾经呢 也这么想过 但是我没有像他们说的 把这个日理解成一个季 我当时是这么解读的 我只是觉得那个时候太阳还没照 太阳是第四天照的 但是上帝在第一天就已经写了 这是第一日 所以这个日呢 应该可以不是太阳历的日 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我对那些在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互相之间争论的人 我没有一个自己固定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对他们的一些探讨呢 我还是持开放态度啊 我曾经前面有一个视频应该提到过啊 但是后来啊 经过这两年的思考 我后来发现 我不能这么理解啊 我不能在这个事情上持开放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日 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上帝是特地给他前面加上了定义 是什么定义啊 称光为咒 称暗为夜 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咒夜循环 所以不管那个光 是不是上帝自己发出的 还是到了第四天 由日光月光来替代的 这都无关紧要 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个更要紧的日 是什么日啊 暗昔日 上帝把它定为圣日 如果按照他们这种长日说成立的话 那么第七日是指哪一日呢 这个第七日实在是太关键了 因为安息日是为基督设立的 长日说他混淆了日的概念 而安息日 他是和救赎有关的 和主耶稣有关的 你如果拿掉他或者混乱他 就拿掉了救恩 混乱了救恩 什么是纯正话语的规模 就是一个字都不能少 一节经文都不能少 从圣经的第一个字 到最后一个字 撒旦就想拿走你的第一节经文 结果后面呢 就是从水而来的世界 对吧 没有上帝了嘛 就是从约灭黑暗出来的世界 但是从水而出的世界是什么 不仅有生命 还有审判 对不对 审判也是大洪水嘛 对吧 区别只是你相不相信第一句话 你如果相信第一句话 起初神创造天地 你相信神的启示 那么整本圣经 他都会告诉你真正的救赎 是从哪里来的 真正的审判主又是谁 你如果不相信第一句话 你不相信神的创造 那么你从自己的理性出发 从自己的科学观察也好 从自己的任何的理论出发 甚至从撒旦的谎言里出发 你都能够相信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用自己的小聪明 在两点之间寻找共同点 就能够在科学和信仰之间达成共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想想看 当我们在A点和C点之间 找到一个中间点 那么这个点它既不是A也不是C 对不对 我说哎呀 我们两个人要见个面 对不对 你也不用到我家来 我也不到你家来 我们在中间找一个星巴克 对不对 那星巴克是你家吗 也不是我家 对不对 所以中间点它既不是A也不是B 它是一个全新的地方 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所以神岛进化论的阵营 它不是在基督徒这一边 它是已经在我们的阵营之外了 它是一个敌上帝的阵营 但是你想想看 当你一个基督徒 你相信了神岛进化论 那么你不知不觉 就已经成为了一个补幸者 你已经跨出了基督教的阵营 这就是在应许地不断挪移帐篷的结果 挪着挪着 一不小心就跑到埃及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物理概念 但是我们看到没有 一旦把它转换到观念上 我们好像就集体当机了 对吧 如果是一个物理概念 你还能够明白 A点和B点之间的C点 它既不是A也不是B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观念转化的时候 你碰到神岛进化论 你就会觉得 它应该是我们基督徒 可以持守的创造论 哎呀 说明人是有多么的傲慢 才会如此的盲目 我们这个世界啊 其实不是进化的 相反它是退化的 因为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和护理 人是会轻而易举的陷入丛林法则 当人普遍接受进步学说的时候 世界恰恰以惊人的堕落速度 教他怎么下网打鱼 结果打起来很多鱼 彼得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一个罪人 耶稣的超自然能力 确实是很惊人啊 但是也不至于把彼得下的雨 无伦次的地步 对不对 耶稣怎么突然之间不受欢迎了呢 按照道理 彼得应该很诚恳的邀请耶稣 加入团队才是合理的解释啊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经文 我还是挺奇怪的啊 但是我后来就理解了 这就是绝对的圣洁的神 进入世界以后 给罪人带来的极度的不适感 他会让法利塞人愤怒 会让门徒怀疑 会让百姓既想接近他 追随他 但是最后又会定死他 这就是人类社会一个普遍的现象 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人生经验啊 在任何社会中 那个最操然于大众群体的 他总是会遭到同时代人的震恨 你想象看啊 在班里面 成绩最好的那一个人 他经常是被孤立的 或者说被霸凌的 最受欢迎的小孩子 往往是一个小混混气 很浓的那种人 在大公司里面也是最能干的人 往往会受到周围的同事 集体的冷落 因为他不仅仅是同事们的威胁 他甚至也有可能是领导的威胁 在道德上 拙然超群的人 他就更加不受欢迎了 你去看啊 一起干过坏事的人 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是可以很铁的 但是道德干净的人 他往往会没有朋友 为什么你担心跟他在一起 你就觉得自己相形见拙了嘛 对吧 这就是我们社会中的彼得现象 这个世界的道德不是越来越好 而是越来越向下的 当我们看到铁链女这种新闻的时候 这是人性崩塌之后的动物性的特征 人不是从猴子进化来的 但是我们一旦失去上帝的保守 人是肯定可以退化成畜生不如的动物 这是可以肯定的 上帝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守护啊 他是以普遍恩典的形式灵在的 上帝通过法律 通过政府 还有良心家庭信仰甚至语言的载体也就是媒体 上帝通过这一系列的渠道来保护我们这个社会 不至于让我们太过堕落啊 不至于让我们死得太快 这些都是上帝拦阻 罪性泛滥的渠道 但是在末日来临之前 在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这些拦阻都不会存在 这个世界之所以每一个人还人模狗样的在生活 还没有把人性最大的恶发泄出来 这个是在上帝的限制范围内 为什么 因为上帝在限制人的罪啊 上帝通过良心让人感觉到羞耻 但是在末日呢 不法的事情增多 人的良心就麻木了 圣经说像烙铁烙了一样 上帝通过信仰 让社会道德有序 但是在末日的时候呢 上帝会允许人普遍离开信仰 那么人无敬畏 不法的事情就会增多 就会让人心更加的麻木 上帝设立了政府来限制罪恶 但是到末日的人啊 他为了追求资本利益 会追求全球政府 会绕开国家屏障 那你既然国家权力被绕开了 那么政府的功能就失效了 每一个国家他都受制于全球政府 那每个国家的法律就形同虚色 比如说这一次疫情 宪法规定每一个公民 他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但是当世界卫生组织 一声令下的时候 全世界的政府全部要听从 那么你这个国家的宪法 它就是一纸空文 这就是完美的绕过了法律的经典案例 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政府和人民立定的契约 法律是和国家主权是一体的 当国家不存在 法律也就不存在 至少法律不再是国家和人民的契约 而是统治阶级的意志 那我爱整谁就整谁 这个时候法律它就有用了 比如说老川同学 他就被整得很够呛 对吧 但是同样犯法的拜登 他就完全没有问题 司法的公正性已经没有了 那人人都要为自己的安危考虑 你要么就屈服 为了求自保 要么你奋起反抗 那么内战就有可能发生 社会就会越来越混乱 民要攻打民 家庭也是 家庭是上帝为人类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你不管他在左 他一旦切到他的家庭 一旦他们有了后代 他的责任感 就会促使他去关心教育 关心公平 关心正义 但是当上帝允许这个男主也拿走的时候 人就什么 人就不婚 不育 那么家庭结构就崩塌 同性 索多玛文化 就会将社会彻底的散沙化 到末日的时候呢 连媒体对罪恶的谴责 也不会存在 为什么 因为媒体被资本控制了 资本呢 又是为寡头服务的 所以范泰尔说 在末日 普遍恩典会被上帝撤去 他说 人性极大的恶念会变满全地 当这种社会出现的时候 无神论他就会冷嘲乐疯 你们的上帝在哪里呢 所以圣经说什么 连选民也会被迷惑 有些选民听到这个话 确实上帝在哪里呢 对吧 所以最后敌基督 会从基督教的世界里出来 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都太渴望和平 所以约翰说 他从我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我们的 所以敌基督 是从基督教里出来的 而那些神学不扎实的 所谓基督徒 他就会跟着走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现在的世界 已经上演到第几层了呢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智商测试 就知道了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智商测试题 其实我们对现在的社会 进行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分析 我们就能够知道 今天世界的人 他的智商不是下降了一点点 而是绝对的弱智级别 我们有多少人相信 开电动车是可以保护地球的 相信电是清洁能源 那我们要这样思考 电池是什么 首先电池它不是能源 电池它只是能源的储藏器 它是能源的一种存储方式 所以它要充电 电才是真正的能源 那么电是从哪里来的 你说墙上 电是从插座里来的 你要是三岁 那你这么回答 是会受到表扬的 但是非常可悲的是 我们现在的世界当中 成年人也是这么想的 墙上插座里的电 这个就是电的来源了 你要知道电的来源 一般是从发电站来的 那用什么发电呢 核电站 它是用核裂变反应 对吧 或者呢 或者是用燃烧 用天然气 用油 用煤 对吧 极少数是用太阳能和风能 因为这两项 它是极端的不稳定的 也就是说 你口中的所谓的清洁能源 它是一个二道能源 它完全是不清洁的 你如果开一个装满电池的汽车 那你就更加复杂了 对吧 你要把电 再用更加复杂的电池 存储起来使用 然后呢 然后再把它改 转换成动力 然后你还要再加上 照电池的成本 和电池替换的消耗 那你说说看 你用电车是保护资源 保护地球吗 不可能啊 因为它比传统的能源 使用起来更复杂 浪费更多 走的弯路更大 中间的 中间的步骤也更加复杂 至少电池 用过几年得换 这是完全浪费 你完全可以直接用石油产品 来驱动你的汽车 对吧 汽油柴油都是很不错的能源 而且这些能源的产生 也很方便 你地上挖一个直径 1.4米的洞 就可以了 能源就会源源不断的 往上冒 炼油工业呢 又是非常的成熟 那为什么全世界的政府 统一都在推广电动车呢 为什么老百姓呢 也去之若乌呢 这绝对就是一场 全球智商大测试 这种人啊 一碰到气候变暖 这种议题 他就搞得更加不清楚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们的学校 已经从来不教导圣经啊 整个一代人的脑子 他都已经坏掉 你们不是相信理性吗 上帝就给你们看看 理性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洞洞啊 我们以前都听说过 这样的一套理论啊 说石油呢 是动物的尸体 在高压环境下 上亿年演变的结果啊 他们这个理论 其实只是一种猜测啊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确定 更加不可能被重复 对吧 但是呢 很奇怪 他们这么一说以后 所有人都相信 这是什么 这是信仰 这不是科学 他们这么说的目的 很简单啊 就是造成能源危机嘛 以便控制石油价格 它造成石油有限缩啊 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些资本 他想摆脱这种能源 被控制的状况 他就一定要创造 另外一块市场蛋糕 来分割韭菜的钱 那他就要去找另外的 所谓的能源方向啊 这个很简单嘛 Follow the money 圣经说你的钱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你如果把资本都投资在 电动车的股票里 那么在你的眼里 电自然就成为清洁能源了 所以人的心是最重要的啊 圣经说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啊 心歪了 你看什么都是歪的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啊 一个牛津的数学教授 怎么样去捉弄他的无神论同事啊 他很有意思 他问那个同事 他说你的科研是怎么展开的 然后对方呢 就开始介绍他的实验室啊 那些昂贵的实验设备啊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然后教授就说 哎不是不是 我不是指这一个 我是指这一个 他就用自己用那个手啊 指指自己的脑袋啊 然后对方就明白了 哦你是指我的设计和我的思想 哎对就是这个啊 那么他说就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这个教授就问他 他说你的大脑是什么 哎这个对无神论者是一个挑战 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 因为无神论或者是说那些唯物主义者 他们认为大脑是什么 大脑只是一堆无意识的细胞组成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只是物理和化学的产品 那么物理和化学它都是无意识的 所以大脑呢就是一堆物理物质 进行化学反应而产生的最终的产品 那么问题来了啊 前方高能啊 这个教授就说啊 你居然相信你的大脑 你的大脑它可是无意识的 它是没有引导过程的最终产品 你居然相信他 这个教授接下去啊 他说如果我告诉你 你实验室里的这么多的电脑 或者说那些机器 都是无意识的 都是没有逻辑的 都是没有规则的 也是没有引导的 更是没有规律的 没有人设置规律的 那么你通过这些实验室的工具 这些实验室的机器 你能够通过它们产生固定的 真实的科学的实验结果吗 我们这里就能够看到矛盾了 对吧 他们的脑子就已经坏掉了 他们在最基础的事情上 逻辑上都不一致 而且他们自己还不知道 他们认为自己大脑是无意识的 是化学产品 是物理产品 但是呢 但是他们所有的 依赖的机器 必须是有逻辑的 必须是有目的的 必须是有规则的 所以啊 唯物主义认为 原子才是这个世界的最终答案 其实并不是 上帝才是最终答案 人的理性完全不是物质的 它纯粹就是精神的 数学的存在 就证明了理性的存在 为什么 因为数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啊 数学它是纯抽象的 但是人类却可以完全突破现实世界 去思想这些抽象的东西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人的理性是精神上的 这个恰恰证明了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因为上帝是有理性的上帝 这就是为什么 16世纪之后 科学会一飞从天 正是牛顿和他的那些小伙伴们 相信科学是认识上帝最佳的方式 也是最令人幸福的方式 任何科学家 如果他不相信上帝 他不仅违背了自己的良心 他更是违背了自己的道德 他将来必定会受更重的审判 所以C.S. Lewis说 除非人类理性的推理是有效的 否则科学不可能是真的 这句话很深刻哦 人类之所以相信科学 就是因为他们相信 自然的背后有一个规则 既然有规则 他就有一个规则的自定者 如果有自然法 那他就一定有一个立法者 这是常识啊 所以我们回到今天保罗说的话 我们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 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 脱离他的网络 这是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传讲真理 愿圣灵借着我们的视频 能够拯救更多的灵魂 一切荣耀归于他